我发现你们很喜欢我的电子脚疗 天哪议员 要不是你提了电子脚疗 我们真的都不敢提 眼睛视线也不敢往下看 左脚那鼓鼓一包里头就是电子脚疗 北市医院陈崇文 因台一支光案在历经半年的积压之后 重返议会 但没张大眼睛还真的以为是不同人 因为他短短半年内就瘦了40公斤 除了饮食清淡之外 当然也有司法案件的压力 那在于就是说除了我刻意的 就是说减少饮食 然后比较吃比较多的蔬菜 然后减少淀粉 大方分享怎么瘦 陈崇文似乎也看开了 还说这是计划性结识并不是病态 看来台北看守所的粗茶淡饭 真的是关键 但陈崇文瘦身的精髓就在这一样 可乐不离就是不离生 一天要喝食品的可乐和汤的饮料 实在是太多 医生也建议过 所以我就在这一次的时候 就充分的落实了这个借堂 发生这个事件之后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比健康重要 台北看守所的收容要点 就点到收容人 作息时间表要适度规划 以有助于压力调试的内容为限 看来逆来顺受让陈崇文宽心许多 全部丢掉以前制装费会比较多 我现在这个用力裤子的衣服 我现在这个用力裤的衣服580块 就可以跟学生跟我儿子一样 穿同样的衣服去买年轻人的品牌 除了陈崇文还有正文灿48天内也少了10公斤 更神奇的绝对是柯文哲 头发从白变黑 这魔力不是你我可以领会 变得轻松许多了 轻松了也会自嘲了 我这个脱离社会太久 我不知道处长信什么 陈崇文不只脱离社会 也脱离肥胖 但离健康新人生或许还有距离 东森新闻 温王博威 吕士奇苏志杰台北报道 好久不见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在经过了半年的积压之后呢 是再回到了议会 那么今天似乎是他第一次来到大会 来进行侦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的身形相较之前 真的是判若两人 因为他在短短的半年内 就瘦了40公斤 一路从132公斤 瘦到了92公斤 但是他强调呢 这是他计划性的瘦身 并不是病态的瘦身 我们来听他怎么分享 除了饮食清淡之外 当然也有司法案件的压力 那在于就是说 除了我刻意的 就是说减少饮食 然后比较吃 比较多的蔬菜 然后减少淀粉 减少含糖的饮料 那过去几十年来 我的人生 从来也没有 在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那这一次呢 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呢 都没有比健康重要 所以我就刻意的 有自己刻意的结识 然后刻意的多运动 然后注意健康 所以有计划性的一个礼拜 大概减一到两公斤 对 请就是谢谢大家的关心 不是因为病态的问题 不过陈成文也很大方的 分享了他的减肥方法 他说他就是戒掉了淀粉 也戒掉了含糖饮料 因为他说过去受到美国的影响 所以他一天都要喝到食品的可乐 那么现在把他戒掉了 似乎也是他瘦身的最大的原因 那他说问他说 这个身体健康有没有受到影响 他说他感受到特别的轻松 不过呢 有趣又尴尬的是 他在离场的时候呢 就对着媒体说 你们似乎对我的电子脚疗很有兴趣 这真的让大家非常的尴尬 以上相对新 我们把神镜头交换棚内 好主播来关心台式光碧案的重大进展 就是台北市医院陈成文 他在看守所被羁押了195天之后 今天是再次被借题到了北院来开庭 那么事实上呢 在今天开完庭结束之后 简便双方都向法官表示 他们不会再申请新的证人 所以呢 这让陈成文的律师找到机会 是直接向法官来讲说 那没有新的证人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勾串的嫌疑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交保呢 那对此呢 陈成文的妻子 今天也有来到庭上 以证人的身份来开庭 陈成文的妻子呢 他也直接向法官表示 希望能够以500万元交保金 让陈成文的自由生 能走出台北地检署 那那个妻子也说啦 假设500万 法官觉得不够的话 他们可以再增加 那对此检察官 他当然是直接在庭上表示不满的 检察官说 除非陈成文 他要辞去台北市议员的职务 才要让他交保 那重点是法官怎么看 法官在法庭上呢 是直接问了陈成文 他愿意接受电子监控吗 而且下次开庭的时候 陈成文可以如约到吗 可以不迟到吗 陈成文立刻表示自己愿意 好 所以最后的结果 您看到了 陈成文他就是以800万元交保后船 那么他现在亲友 正在筹800万元的交保金 筹得到吗 或是筹不到 他有可能会再次回到看守所吗 最近消息都会持续为您掌握 不过今天其实另外一个关键呢 就是本来台北地检署 他上午要借题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呢 在整个要上球车之前呢 是有先来跟法庭表示 他不愿意接受检察官的讯问 甚至呢 在球车上都在满收任人 所有人都在等柯文哲 一个人上车 但是柯文哲说什么 就是不上车 因此呢 今天检察官 他是没有办法询问柯文哲的 所以检察官他下午 先借题柯文哲 进总的财务长李文忠出来 因为李文忠在柯文哲的部分呢 算是属于他的心腹 而且李文忠 他手握了政治献金案 假账案 还有这个木克案 所以呢 虽然说今天问不到柯文哲 但是检察官选择 今天再问李文忠 柯文哲今天问不到 没关系 有可能下一次 或是之后再来借题 以上是我们在台北地检署 掌握到的正经消息 再把镜头搅缓棚内 议员要认罪吗 有没有收贿 议员你是在利用推薦 独立自己 穿着黑衣戴口罩 议员陈崇文听到媒体喊话 立刻把头低下 不止整个人 瘦了一大圈少了20公斤 脚还放过性组织言 和过去直询 模样差很大 19号因为涉嫌贪污被起诉 以审再开庭 加冬查出 曾任三连拜议员的陈崇文 是向社会局施作攻破监视器系统 来施压让台志光取得合约 再由和自己朋友 设立的科技公司 承揽下包 从中复的不法利益超过321万 监督检察局太认真 被报复 司法迫害 政治追杀 3月遭到大动作搜索 陈崇文还大喊 司法迫害 但不法行为也被揭穿 一次利用市议员 职权机会 透过质询 对行政权干预施压 将台北市光贤BOT案 北市社会局 以及台志光公司 和自己的利云端公司串联 甚至被连政署查出 户头多了一笔千万不明财产 陈崇文也交代不期 遭到羁押警戒 被告虽然承认部分犯罪 违对土力等犯罪 始终否认 除现实狡辩 避重纠轻 犯后态度显然不佳 故情与从中量刑 包含陈崇文和太太 利云端公司负责人 李建皇之子 兼台通光公司特助李家豪 相关等7人 全被依贪污罪起诉 至于陈崇文 涉及的北市警局 CCTV专用传输网路费率贪污案 北检令案侦办中 如今在看直询画面 送到议会的预算 蒋世辅竟然这么没志气 脑中只会浮现 到底从中拿了多少不法利益 等新闻 梁骏堂 黄后知彭新美在台北报道 好 主播观众 我们持续来关注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下午有一场 相当瞩目的庭讯 也就是台北市的3.8议员 陈崇文社坛 今天遭到起诉之后 案件已审到台北地院 因此下午的庭讯 就要决定他是 继续来收押 或者是交保 那么我们最新消息 也就是呢 法院裁定继续收押 而且是禁见的 我们来回顾整起案件 陈崇文呢 他就是护航 承揽台北市警局的监视器 业者台志光 而且又不当牟利 并且呢 被发现有上千万的不明款项 就在3月多的时候 200万交保 但是检方不服抗告 因此一路压到了5月多 再度延压 那么就在7月中旬过后 也就是羁押即将起满 因此现在开庭 就要来决定 他是否继续来收押禁见 那么不管是检察官 或是法官都证定 他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犯下好多罪 他通通都是不认罪的 只承认自己有 未造私闻书罪 而且呢 法官以及检察官都证定 他前前在交保的时候 有积极的联系 其他的证人 骚扰 因此呢 认定他有勾串 灭证 还有逃亡海外的可能 将他继续裁定 收押禁见 对此呢 陈崇文在出庭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爆瘦20公斤 看起来相当虚弱 他说他有很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 那么走路一搏一搏 就连呢 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都需要拔紧推着他 坐轮椅到厕所 但是呢 不管是如此大悲情牌 都没用 继续收押 台志光母公司 台通光电爆出内线交易 董事长家族及亲友 全卷入其中 不法金额破亿 小心小心喔 连阵署人员23号晚间陆续将相关人等带往北检复训 而整起案件是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收贿 图立监视器厂商的暗卫案 在陈崇文被依贪污等罪 羁押禁见后 简连意外发现 台志光的母公司台通光电 在搜索前刚好公告要买回库藏股 包含台通董事长担任助理的儿子 以及女儿前媳妇等人 在禁止交易期间涉嫌利用亲友账户进场买卖股票获利 于是发动第二波搜索 以违反证券交易法内线交易等罪 约谈供九人道案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